不过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不高 但它的外围环流还是会为台湾带来雨势 包含了西半部地区跟东北部降雨几率比较高 其中桃园以北、宜兰、中南部沿海 还有恒春半岛又位在银封面 雨势是比较持续的 可能一整天都会有断断续续的降雨 其他地方则是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而目前气象局也先针对台南、高雄、屏东 发布大雨特曝 也因为水气比较多高温略降 今天的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 也因为这个台风就在附近 目前南部已经测到有长浪了 而东半部跟基隆北海岸也有几率发生 至于第14号台风渐雨 在昨天晚上8点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预计星期五开始它会为台湾带来水气 提醒您这一段期间出门最好还是要记得带伞 最新的现场来关注香港警方 昨天持续搜捕反送中人士 在入夜之后甚至持枪 冲信巴士来搜捕这些示威者 甚至还闯进了中学校园里面 追捕这些深渊罢课的同学 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学生被铺倒 门牙被撞断 好 就因为香港政府跟民众没有共识 香港重置秘書长黄之锋等人昨天来台 先后拜会立法院时代力量党团 还有民进党主席卓榮泰 黄之锋就担心如果港府动用紧急法 香港将会变成早期台湾戒严的情况 希望台湾可以帮助强化港人来台措施 也更希望台湾人民可以在10月1号前站出来挺香港 而香港的重置主席林朗燕 再一回到香港就被捕 这也意味着香港正面临白色恐怖 最新画面来关注为了帮韩国瑜造势 国民党高雄市胜选2020团结大会 昨天晚上在高雄市的劳工举登场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还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同台合体 还用拥抱突破了换鱼的传闻 而下场的民众也高喊韩国瑜动算 立委更是成雷打 只是大家关心的副手人选 目前还是没有答案 好2020立委选举 民进党打算派出青年骑兵 要征战比较艰困的选区 目前最有话题的还是台北西中山区 要派出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的侄子吴怡农 挑战国民党现任立委蒋万安 打算来个双帅对决 而两位其实都是名门之家 也都是高学历高颜值 所以在受访的时候 在场的女记者也都格外兴奋 再来要提醒家长 千万不要独留小孩一个人在家 男头就有个妈妈中午外出去买午餐 把四五岁的儿子丢在家里 可是小孩也想要跟妈妈一起出去 就独自出门 在大马路上狂奔乱窜 路过的民众看到下出一身冷汗 赶紧冲到了马路边 把这个小孩抱回这个路上 而且来到路边报警 真的随意穿越马路真的会显向缓身 来看到南投中坛公路这边 就有两个泳客呢 刚刚游完泳穿越了双黄线 没有想到有个骑士为了闪避他们 直接翻了一圈后摔车 而更离谱的状况 还有人穿越在国道一号南下 靠近湖口交流道的高速公路 所有的车辆被吓到纷纷踩刹车 非常的危险 警方也提醒 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 可以罚6000块 查报一则最新消息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304.5公里处 也就是下营交流道这边 这边的麻豆路段呢 在刚刚清晨5点多的时候 由于货柜车追撞杀死车 整个货柜横向堵住了南下车道 也由于这货柜上面再买了物品 高速公路出动了大型的怪手来脱掉 而警方表示 是一辆货柜车追撞前方的杀死车之后 后方的货柜车跟连结车闪避不及 再擦撞前方的事故车辆 结果可以看到货柜车车头严重变形 司机就夹在车里面 而消防人员来到现场 用吊车将这个车头吊上路面之后 再进行破坏脱困 遗憾的是这个司机已经明显死亡 目前为止 整段南下的台南麻豆路段是全线封闭的 也提醒等一下有要走这里的人 最好提前改道行事 社会消息来关注 最近出现了专骗年轻人的新颖诈骗方式 刑事局就破获了这个不法集团 他们在网路上乱枪打鸟 说是有团队在赌场代为操作 或者说可以投资轰鱼来养殖 一个月固定有本金两成的投报率 很多年轻人想要当斜杠青年 以为文赚不赔 但其实都被骗了 集团一年多来就吸金两千万 上当的至少有三百人 政治焦点来关注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会不会选总统 9月17号之前就会有答案 但最近民调表现不太理想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平平在上班时间前往高雄各个公庙来参访 这一次还跑到了骑山地区 故庄异味浓厚 主要就是因为他去年攻下了骑山 钢山跟凤山之后 这稳固他市长的胜选基础 现在要回防三山 就看人气能不能拉抬上来 让民调回升 不光是韩国瑜 其实不分蓝绿 想要参选的都会请跑公庙 或是参加各种的宗教仪式 全台湾的公庙 像是北部大龙的保安宫 中部的大甲镇蓝宫 还有南部的南昆生戴天赋 都常常可以看到蓝绿阵营 政治人物前往参拜 宗教政治学家就分析 这是一种相互加持的现象 因为政治人物需要宗教选票 而宗教也需要政治人物拉抬 广增信徒 甚至可以解决各种问题 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紧密 但其实美食老店 也跟政治系有关系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每当参选人 请跑地方来拉票时 当地高人气的美食小吃 或是知名餐厅 就成了必去行程 以南部来说 像是在阿易非常有名的 林聪明 沙谷鱼头 还有琉璃掌鸡肉饭 宜在高雄 有50年历史的海边 河边海产 还有屏东东港 非常夯的家珍海产 都是为老板 在地有雄厚的人脉 让政界名人士 都想要来拉拢关系 希望可以获得地方支持 焦点转到国外来关注 日韩两国关系 因为贸易战持续恶化 日本共同通讯社指出 南韩驻东京大使馆 在上个月的27号 收到了一封恐吓信 这恐吓信里头 不但附带疑似子弹的物体 还写着 我有步枪要猎杀南韩人 等威胁的字眼 调查人员表示 这恐吓信的收件人 是南韩前驻日大使 警方目前已展开调查 也会鉴定恐吓性附带的子弹 政府现在也积极推动新南向 而台湾跟泰国也深化文化交流 现在还要举办第一届 CTS台泰微电影节 是以我的家乡作为主题 邀请台湾还有泰国两地的影像工作者 用微电影来讲故事 赋予故乡新的生命 而首奖将会有10万元的奖金 也欢迎在校学生报名参赛 晚上8点想要看电视 有新的选择 时事评论节目今晚好好说 找来了心理医师邓慧文 律师赖方玉 以及作家吴淡如来主持 要以女性的观点 探讨婚姻家庭政治等话题 议题非常多元 昨天就进行了试录 请来了超夯电视剧 俗女养生机的导演演奕文 透过我们的镜头带您抢先看 一起来关心天气 目前领明台风 位在俄罗比东方大概390公里的海面上 持续往北北东方上前进 路径是逐渐偏离台湾 而目前气象局预测 虽然它会增强为中度台风 有这样的几率 可是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 应该是不高 但它的外围云系 还是会为台湾带来一些降雨 今明两天包含了西班部地区 跟东北部就要特别留意 尤其在桃园以北 宜兰 中南部沿海 还有恒春半岛是位在迎风面的 一整天都会有断断续续的雨势 而其他地方偏向在午后雷震雨 目前气象局也先针对台南 高雄 屏东发布大雨特曝 也因为水气比较多 高温略降 大概在30到32度 也因为这个台风就在附近 目前南部已经有长浪出现了 东半部还有基隆北海岸沿海 也容易有长浪发生 至于星期五之后 虽然这个台风北上远离 可是我们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天气仍然不稳定 中南部还有花东地区会有短暂阵雨 提醒您这段期间出门 最好还是攜带雨具 说到了天气 在很热的时候 就有人喜欢戴这样的小风扇 出门吹了就会觉得比较凉 可是日本医师就提醒 如果室外的温度超过摄氏35度 这个小风扇吹出来的风 其实就跟吹风机一样 不但无法消暑 还可能会害人中暑 欢迎来关心今天9月4号的 国内外重点大事 先来关注香港警方 昨天持续搜捕反送中人士 入月之后甚至还持枪 冲进了巴士里面搜捕示威者 还闯进校园里 要追捕这些声援罢课的同学 结果在过程中就有同学被扑倒 门牙帮闯断裂 国内的焦点来关注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昨天到嘉义时首度露口风说 钞票没有颜色 科技没有颜色 大家关心如何发展经济 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希望出来 因为台湾经济太重要了 停聚20年 他更直言希望可以打破蓝绿 希望台湾的经济反转 来关注高铁列车上出现了 装了300万现金的行李箱 这个施主就是立委成名文 据说他是要给儿子到菲律宾 开珍珠奶茶店的创业资金 引发了这个讨论 现在在网络上就有个律师感叹说 这个成名文丢了300万 就像丢了一杯饮料一样 还嘲讽说 拿了300万现金 是要到公海跟菲律宾 赌王对决吗 交通议题来关注 计程车跳表将进行 50年来最大变革 交通部长林家隆开办 全台的多元化计程车 将新增一个事前预告车资 可以不用装表 消费者就可以透过这个APP 事前知道你的车资会是多少 另外也将要开放计程车 跨区过户 以及开放三门车等等 最快在9月底上路 最后来关心 英国有一个19岁的青少年 严重的偏食 他几年来只是薯条 洋芋片还有白面包 结果现在因为营养 严重的不良导致失明 医师就警告 这样的极端偏食 恐怕会危及身体健康 镜头回到国内来关注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304.5公里处 也就是夏淫系统交流道 还有台南系统交流道之间的 马豆路段 在刚刚清晨5点多的时候 由于货柜车追撞杀石车 整个货队横向堵住了南下车道 由于这个货柜上再买了物品 高速公路的救援单位 出动了大型的怪手来脱掉 国道警方表示 是一辆货柜车追撞前方的杀石车之后 后方的车辆闪避不及 结果撞上了这些前方的事故车 导致货柜车车头严重变形 司机被卡在车内 消防人来到现场 先是用吊车将这个车头吊起 再进行破坏脱困 遗憾的是这个司机已经明显死亡 也提醒您目前为止 整段南下的台南麻洞路段 都是全线封闭的 如果要经过这里 一定要提前改道 看见台湾国宝师傅系列报道 要带你来认识南投竹山 这一位竹艺师傅 他叫做罗川敦 他可以用竹子呢 做出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 或是家具 像是篮子 板凳 桌子等等 可是塑胶产业兴起之后 就渐渐取代了这些传统的竹艺 而他也担心竹艺产业会消失 开始开班授课 他要把他一生的竹艺手艺 传承给年轻一代 来看到这鼻酸的故事 正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 新竹有个38岁的增性男子 去年发现肺癌扩散移转 今年住进了新竹国泰医院安宁病房 可是家中的女儿才要上幼稚园 他就向医护团队强烈的表示 很失望可以陪着女儿上学 院方为了完成他的心愿 特别推着病床来到了幼儿园 一起参与这个非常重要的开学日 过程令人动容 最新画面来关注 受到台风凛凌外围云系的影响 在宜兰头城的耿方渔港这边 发生了吊客坠落意外 最后出动了警消前往现场救援 透过最新的画面可以看到 这个钓客躺在地上几乎无法动弹 原来他的双腿骨折了 警消还有救护人员赶到现场之后 立刻把这个受伤的钓客 紧急帮扎准备送医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宜兰头城的耿方渔港 而这个凌晨呢 其实这个钓客就要来到这边钓鱼 被风浪给打下 从堤防上钓下来 坠落三公尺的那个内提道路 双腿有骨折还好硬实是清楚的 被紧急送医 反送中运动情势越来越严峻 现在大部分的香港人 都是处于比较焦虑跟恐慌的状态 但其实750万名香港居民中 有将近500万人 他拥有其他国家的国籍或是护照 而现在一次又一次的暴力冲突 已经让很多香港人恐惧中共 甚至演变成国家认同危机 有专家就指出 一旦中共动武镇压 国际社会一定会伸出援手 就演变成重大国际事件 最新消息 国道1号南下麻豆路段 在清晨5点多的时候发生了货柜车追撞杀石车的事故 也导致这个路段一度封闭 由于货柜车在买的东西 现在现场出动了大型怪手脱掉 而警方表示 是一辆杀石车追撞前方的这个货柜车之后呢 这后方的车辆闪避不及又在追撞 结果又可以看到这货柜车车头严重变形 司机被卡在车内 那出动救援之后 这个司机被救出来已经明显死亡 目前为止整段南下台南麻豆路段还是全线封闭的 也提醒用路人如果要经过这里 一定要改造形式 来关心欧美股市最新的收盘行情 先来关注美股的部分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 下跌285点 最后收在26,118点 NASAQ指数下跌88.72 最后收在7,874点 费城半套地指数下跌26.61 最后收在1,478点 欧股的部分 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3.75 最后收在7,268点 德国法拉克福指数下跌42.92 最后收在1,1910点 巴黎金融工会指数下跌26点 最后收在5,466点 国际金价跟油价的部分 金价上涨26.4元 最后收在1,555.8块 油价的部分下跌1.15元 最后收在53.95元 出门前来关心天气 目前零零台风位在俄伦比 东方大概390公里的海面上 持续往北北东方向移动 路径是逐渐偏离台湾 目前气象局预测 虽然它有增强为中度台风的趋势 不过发布海景的几率不高 但要提醒大家 外围云系还是外围云带水系 今天两天包含了西半部跟东北部 都要特别留意 其中桃园依北 宜兰中南部沿海 以及恒春半岛是位在迎风面的 一整天都会有断断续续的降雨 而其他地方就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目前气象局针对了南高平 发布大雨或豪雨特报 也因为水气比较多 高温略降大概在30到32度 也要提醒您 台风就在附近 在南部已经有长浪出现了 东半部还有基隆北海岸沿海 也有几率发生长浪 至于在周五之后 虽然台风北上远离 可是我们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天气还是不稳定 在中南部地区还有花东地区 可能会有短暂正雨 这段期间出门 最后还是细带雨具 新闻最后透过我们的镜头 带你来到法国的白朗峰 这边在举办山路马拉松 要呼吁大家重视 气候暖化的危机 新闻最后带你来看看 同时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请锁定等一下的 华氏新闻抢先报 我们等会见